消失的城市迷宫九龙城寨和世界八大恶名昭彰的贫民窟 Hello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九个曾经存在于世界上的恶名昭彰的贫民窟和他们的故事 其中一个就是香港曾经存在过的九龙城寨 也被称为九龙寨城 九龙城寨是香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它曾经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不受任何政府管辖 也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这里曾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包括罪犯、黑社会分子和隐君子 这里的环境极其恶劣 卫生条件极差 犯罪率极高 居民大多生活在简陋的棚屋中 没有自来水和厕所、垃圾遍地 这里的居民大多从事非正式工作 收入微薄 生活十分艰苦 九龙寨城的建筑也是充满特色 每栋高楼的建筑密度非常高 而九龙城寨已在1993年被清拆 限制已改建成为公园 除了九龙城寨 世界上还有许多类似的贫民聚集地 它们同样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伤疤 是贫困、犯罪和疾病的温床 世界上充满罪恶的贫民窟有很多 以下是其中八个贫民窟的介绍 包括它们的历史、面积、生活条件、人口数量和居住人口的来源 卡拉奇贫民窟、卡拉奇斯拉姆斯、巴基斯坦 是卡拉奇市的两个著名贫民窟 分别是奥尔玛拉、欧兰治和利亚德、离一一二一 奥尔玛拉贫民窟建于1948年 利亚德贫民窟建于1950年代 这些贫民窟的面积分别为2平方公里和0.9平方公里 贫民窟的居住条件极其恶劣 居民面临贫困、拥挤、缺乏卫生设施和基本服务的问题 奥尔玛拉贫民窟约有90万居民 利亚德贫民窟约有60万居民 这些贫民窟的居住人口主要来自农村地区和边境地区 他们希望在城市寻找更好的生计和机会 印度梦买的德里贫民窟大拉贫斯罗姆 是在梦买的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 当时许多贫困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贫民窟占的约0.81平方公里 这个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居民面临严重的拥挤、贫困、卫生问题和基础设施不足 贫民窟拥有数十万居民 主要来自印度不同地区的贫困家庭 包括边境地区和农村地区 里约热内卢贫民窟 VOD General Slums 巴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 由原住民和贫困移民建立 不同的贫民窟面积不同 罗卡贫民窟 瑞琴哈站的约2.6平方公里 圣马丁贫民窟 Sand Marta站的约0.8平方公里 这些贫民窟面临极度的贫困 犯罪、毒品交易和暴力问题 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和设施 罗卡贫民窟拥有数万至数十万居民 圣马丁贫民窟拥有数万居民 这些贫民窟的居住人口主要来自巴西不同地区和边境地区的贫困家庭 以及来自其他城市和乡村地区寻求就业和机会的人们 费城肯辛顿贫民窟 Consington Slums 美国在20世纪初行程 许多移民和工人涌入费城寻找工作 肯辛顿贫民窟站的约2平方公里 这个贫民窟面临毒品问题、犯罪和贫困等多重挑战 居民生活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 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和社会服务 肯辛顿贫民窟的人口数量难以确定 但估计有数万居民 这些居民主要是来自费城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家庭 他们希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 曼谷卡龙贫民窟康充伊斯兰 泰国建立于1950年代 占的约1.7平方公里 这个贫民窟是泰国最大的贫民窟之一 面临着贫困、犯罪和卫生问题 居民生活在狭小的空间中 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和适当的居住条件 卡龙贫民窟的人口估计在7万至10万之间 主要来自泰国不同地区的贫困家庭和移民 拉格斯马卡河贫民窟 Mococos Law 尼日利亚位于拉格斯市的马卡河上 建立于19世纪 这个贫民窟占的约0.12平方公里 是尼日利亚最大的水上贫民窟之一 居民建造了悬挂在水上的木质房屋 生活在极度艰困的环境中 马卡河贫民窟的人口估计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 主要是来自尼日利亚不同地区的贫困家庭 阿里斯托特尔斯贫民窟 阿尔斯道特勒斯劳 菲律宾 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市 是该地区最古老且最大的贫民窟之一 这个贫民窟拥有数万居民 居住在狭小的空间中 面临着贫困犯罪和卫生问题 卡拉布尔贫民窟 Kurio Slum 孟加拉国 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 这个贫民窟拥有数十万至数百万的居民 居住条件极为恶劣 面临着贫困 拥挤和卫生问题 这些贫民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留下的伤疤 他们曾经是贫困 犯罪和疾病的温床 也见证了无数人的苦难和奋斗 贫民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 他们是城市发展的阴暗面 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贫民窟的居民大多生活在贫困 犯罪和疾病的环境中 他们需要世界的关注和帮助 谢谢支持VideoLab 请留言鼓励